好 各位同学 咱们继续注册会计师审计科目专业阶段习题般的学习 今天咱们进入到了第13章 关于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 那么其实进入到这一部分来说呢 已经进入到关于特殊项目的审计 也就是说从这一章开始 其实我们相对来说 相关题目的难度开始加大 那么对于大家理解相关的题目的 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 同时呢 在考试当中 从这一章开始 相关的这些分数占比越来越高 想拿比较高的分数也越来越难 所以足以引起同学们的重视 那么从这一章开始 我们也是会继续带着大家 对应着一些重要的考点 以习题的方式来进行巩固 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提示 哪些相对来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那么当然呢 还要再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在基础班的时候也谈到过的 就是虽然进入到了第13章 也就是说从这章开始进入到了 这个特殊事项的审计 但是实际上我们仍然要围绕着 我们在前面学习过的 风险导向审计的基本的逻辑和思路来展开 仍然要围绕着是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风险应对的这样一个逻辑 来对相关的事项进行分析 不管是舞弊 不管是我们在后面会谈到的 像集团报表审计 像关于会计估计呀 关联方关联方交易呀 这些呢 其实仍然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思路来开展 好了接下来呢 我们就关于这一章的题目进行学习 首先第一个考点是有关 治理层管理层的责任 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这个点 也就是说在进行舞弊考虑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审计遇到了 对舞弊相关的考虑的时候 那么这两大方各自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道2021年的单选题 现在有关注册会计师 在曹报表审计中 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 A当已获取的证据表明 存在或可能存在舞弊时呢 除非认为该事项不重要 注册会计师应当及时 提请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关注该事项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啊 像这个A选项 它对不对 貌似感觉上啊 它说的很对 你看它特别符合我们审计语员的逻辑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除非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应当怎么怎么着 对吧 感觉这句话是再对不过的 但是我们先不看 我们往下看啊 说B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识别出的 由于舞弊导致的错报 对于管理层声明的可靠性影响 这个应当是对的 是吧 就是我们讲 对于舞弊啊 如果我们的审计过程当中发现了是舞弊导致的错报的时候 因为舞弊往往是这个精心设计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当你发现了他这种精心设计的舞弊行为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这个管理层到底成不成信啊 他做出的一个相关的书面声明 是不是真的可靠 是吧 因为他当有舞弊这种情况存在的时候 但说明他其实已经不成信了呀 他在做各种各样的解释 各种各样的声明 我们都会有所欢迎 都会甚至于感觉到他的苍白无力哈 所以当你一旦发现这种舞弊的行为的时候呢 你就应当去评价识别出的 舞弊导致错报对于可靠性声明的这样一个影响 啊 那么也就是说声明到底可不可靠呢 都舞弊了还可靠吗 你要有这样的考虑的过程 所以这句话它是对的 而且我也要求大家要把这句话记住啊 要记住 因为你看他这个题目当中有应当这个词汇啊 应当评价 就是说我们往往一看到应当的时候 觉得他过于要求过高 可能太绝对了 是不是就有可能不合适 但是这是一个正确的应当 所以你够得记住 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对的 啊 不要认为它是错的 另外啊 C 注册会计师有责任对财务报表 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这句话我们从一开始学审计定义的时候 就已经接触到了 对吧 就是注册会计师责任就在于说 对于报表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重大错报啊 提供合理保证 这就是注册会计师报表审计的责任 职责所在 所以C它也是对的 B呢 如果识别出舞弊或怀疑存在舞弊 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是否有责任向被审计单位以外的适当结构报告 我们说这句话如果改成说如果识别出舞弊或怀疑存在舞弊 注册会计师呢 就应当向被审单位以外的适当结构报告 那这个就错了 是吧 并不是说一看到舞弊或一怀疑舞弊就要向以外的结构去报告 你说应该是确定是否有责任 也就是说有些比如说被审单位是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就要求你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当中发现那种贪污腐败的行为 这种舞弊 那么就要跟相关的机构相关的政府部门去报告 那么这是法律法规的规定 所以说当注册会计师一旦发现了某些舞弊的行为 就要考虑这种舞弊的行为的性质 再要考虑是不是有关的这种政策呀 法律法规呀 要求你当你发现这种舞弊行为的时候 要及时的去跟相关的机构去报告 对吧 所以这个判断的过程也就是说 应当确定是否有责任 再进一步确定该报告出去 还是不报告出去 还是不用报告出去 才合适 不能直接说一旦发现或怀疑存在 就向外报告 你都向外报告 那谁还让你神机呀 对不对 而且呢 你都向外报告 是不是真的合适呢 人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让你报告这些呢 对对 而且舞弊本来又涉及到这个非常多的方面呀 对吧 所以这个D的说法是正确的啊 我们也要求大家把D记住 因为相对来说 D也可能会在这句话上面做文章 那么你看我们说B C D 我们都看它都OK了 是吧 那关于A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观点 就是说当已获取的证据表明存在或可能存在5B时 我们讲当存在或可能存在有证据已经开始有证明了 显示出来了 对吧 我们讲当5B存在的时候啊 说除非认为该事项不重要 然后呢 否则的话呢 就应当及时向提醒适当的层级的管理 从关注该事项 我们说5B无小事 对吧 没有什么说当你都5B了还认为它不重要 对不对 是说的是除非法律法规不允许 法律法规禁止 那否则呢 就应该是要提醒适当层级的管理从关注 对吧 他这个除非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啊 没有说什么不重要的事啊 涉及5B 5B无小事 涉到5B 该沟通 就要去沟通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所以这道题其实A错了啊 我觉得这道题其实也给大家提了醒 就是你看这就是刚刚去年刚刚考过的一道题目啊 相对来说呢 它有一点抠字眼的这种意思哈 但是可能有很多同学读到ABCD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ABCD哪一句话说的都很对 其实这个过程就体现出来 咱们可能并没有掌握 比如说像A 这种跟5B有关的啊 它的相关的这个要求 你看说除非认为该事项不重要 和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吧 当你知道说跟只要涉及到这个5B的问题啊 我们都要考虑啊 这个该沟通沟通该报告报告 对吧 看看除非说这个法律法规禁止啊 好了 这是这道题目啊 这是这道题目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2015年的另外一道题目 说在判断注册会计师 是否按照审计准备的规定 执行工作 以应对5B风险时 下列各项中呢 不需要考虑的事 我们来看选项 A 注册会计师 是否根据具体情况 实施了审计程序 并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B呢 说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是否保持了职业怀疑 C 注册会计师 是否识别出5B导致的调报表中 那错报 B呢 注册会计师 是否根据审计证据评价结果 出具了恰当的审计报告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啊 对应着ABCB四个选项 我们讲啊 就是你在判断注册会计师 是否按照准则 规定执行工作 以应对5B风险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 这里边其实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在确定 注册会计师 要不要承担责任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判断这个注册会计师 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并不是说 你识别出来全部错报了 那么你就不用承担 或者说你识别出来 全部的重大错报 你就不用承担 只要你有你没识别出来 重大错报 你就要承担 这个不是一定的 对吧 而是什么呢 而是说准则要求你做的 你是不是都做到位了 如果你做到位了的话 因为审计本身有固有限制 对吧 再加上我们只能提供合理保证 所以准则要求我做的 该做的我都做了 而且做到位了之后 如果管理层精心设计谋划的 一些5B导致的错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错报 我仍然有可能在我 按照准则规定 该做的都做了 而且都到位了基础之上 还是没有发现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判断注册会计师 是否按照准则的规定 应对5B风险 并不是说 是不是相应的5B导致的错报 都发现了 发现了就是 按照规定做了 没发现 就是没有按照规定做 对吧 这个是不是他判断的依据 而应该基于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准则要求你做的 你是不是都做了 是不是都到位了 那什么是要求你做的呀 比如说 是否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的程序 获取了充分适当证据 到位 对吧 是否在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怀疑 对吧 是否根据审计证据评价 结果出去了恰当的意见 如果这些你都做到位了 那么我们讲 即使你没有发现 5B导致的重当错报 可能也不会说 你就直接判断 注册会计师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吧 也不会说 你注册会计师 就没有按照准则的规定 来执行工作 是不是 所以这个C 它是属于不需要考虑的事项 是属于不需要考虑的事项 好 在这写了 说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即使注册会计 按照审计准的规定 恰当的计划和执行工作 也不可避免的存在 报表中的某些重大错 未被发现的风险 完成审计工作后 发现由于5B导致的重大错报 本身并不表明 注册会计师没有按照 主流的规定 执行审计工作 好 再来看下面一道题目 其实跟上道题非常的相似 说 下列更像中 用于判断注册会计师 是否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审计工作的由 你看 A 是否在具体情况下 实施审计程序的一个恰当性 对吧 就判断它实施程序的恰当性 B 获取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对吧 B 说出具审计报告的恰当性 那这个出具审计报告的恰当性 有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 比如说有重大错报 结果他还出了无保留意见 这是不是就不恰当啊 并不是啊 我们可能基于这个第一选项啊 就是是否根据审计证据评价结果 出具了恰当性报告 哎 你理解起来可能会更加的直观 对吧 就是说我基于我该做的程序做了 该获取的证据也获取了 我也认为充分适当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出具的报告 我认为就可以说是恰当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判断的过程当中 A B 和D 其实都属于我们可以判断的一个参考标准 而C说注册会计师是否识别出 财务报表中存在的所有重大错报 啊 包括跟刚才的C 就是注册会计师是否识别出 5B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 他俩的意思一样 对吧 都不能说以他为标准来判断 是否按照准则的规定 执行了相关的工作 啊 你不能说啊 没有识别出5B导致的 这个报表中所有的重大错报 那就说你没有按照准则来 是吧 因为这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就会导致说 即使你啊 这些程序呀 证据呀 都做了 但是仍然有可能 发现不了所有的重大错报 对吧 而且我们本身是合理保证 也不是要求你 所有的重大错报都能发现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的是ABD C呢 是不属于判断的一个标准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考点二 风险评估活动 针对于5B的风险评估活动 跟我们前边一般审计过程当中的风险评估活动 有相通的地方 当然也会有专门跟5B相关的特点之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题 第一道是一道单选题 说下列程序中通常不用于评估5B风险的事 那这其实考的就是一个关于5B风险评估程序的内容 但是我们看选项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题还是很简单的 是吧 你想 一看到题看说评估5B的风险 有什么有什么有询问 还有什么别的什么程序 我忘了 我可能记不住了 抓紧时间看选项 有没有给你特别好帮助的 这个好判断的选项 毕竟是单选题 来看 询问管理层 治理层和内部审计人员 询问室 对吧 我们说在5B风险评估的过程当中 这个询问程序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比如说像检查观察 它就弱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5B5B 经常是精心设计的 你在那看着它做 这个检查它做的东西 往往都会 它会编得天衣无缝 让你很难 这个一时间就发现它的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在进行5B风险评估的时候 这个检查和观察程序的使用 没有单独给它滴露出来突出 就是因为5B它的这种特点所决定的 但是询问不是 我们说有技巧的 有经验的 有艺术的这种询问 实际上是会在很大程度上 帮着你去发现它的破绽 它的蛛丝马迹的 B呢 说考虑在客户接受或保持过程中 获取的信息 这个在风险评估的时候 用吗 可以用 对吧 对这些信息的一个考虑 一个利用 第三个就是项目组内部讨论 这个也是啊 B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们讲在风险评估 哪怕是5B风险评估的过程当中 分析程序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程序 来发现存在的这种 异常的数据的关系 对吧 但是这道题的B呢 它其实很简单 就让你看出来它错了 为什么 因为分析程序是用 但是实质性分析程序 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就是它是在 实质性程序阶段 风险应对阶段当中 分析程序的运用 叫做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吧 所以在5B风险评估阶段的时候 实质性分析程序 用不着 对吧 因为它是风险应对的程序 所以道题直接就选择是B 那 出作科技师在 5B风险评估阶段 实质性分析程序 用以了解 变成的那些环境 可以通过这种分析程序的运用 识别出那些异常 或者是偏离预期的关系 从而有助于去发现 确定是否表明 存在由于5B导致的 重大错误风险 但是这是在风险评估阶段 它就叫分析程序 那么题目当中的 递选项实质性分析程序 它是专门指在 风险应对阶段 应对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误风险 使用的程序 不用于评估5B风险 好 再来看下面一道单选题 这类情形中 可能表明被审计单位 存在编制虚假 财务报告的机会的事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实际上首先就想到的是 5B三角模型 5B三角模型 我们说动机压力 对吧 然后呢 机会 然后我们说态度 借口 然后也可以称之为 合理化 对吧 就是将自己5B行为 合理化的过程 这是5B三角模型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 有这三个因素 第二个 我们讲到了 跟5B三角模型有关的 我们说与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相关的 对吧 然后呢 编制假报告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同学们 另外一个就是与侵占资产相关的5B行为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考试考题初 他问啊 是与5B机会相关的 那么也就是说 跟他跟他 只要是机会都行 对吧 那如果说是与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机会相关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专门考虑 他就是跟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相关的机会 这一点 大家必须要关注 也就是说 皮干当中可能会出的是 动机 这个态度或借口方面的 具体的表现 对吧 也可能会出的是机会 但是呢 他是与侵占资产相关的机会 不属于与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相关的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 往往你也不能选 是吧 所以做这类的题目呢 一定要仔细的审题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ABCD四个选项吧 A 被审计单位 在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从事重大经营 那么大家来看啊 当在这种经济文化环境 不同的地方 从事重大经营的话 实际上不就是 因为这种人生地不熟啊 就是你 就是诸子会议师都不了解这些地方吗 对吧 不了解这个经济环境 文化环境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从事这种重大经营 他就给了他可以去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机会了 对吧 他从事重大的经营啊 在这种重大经营之下 他到底财务状况如何呀 他经营的这个效果如何呀 我们也不清楚 因为他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 我们太不了解了 他就有可能利用我们对他的不了解 利用这种啊 这个 这个 跟我们 比如说 柱子会议师所处的这种经济环境 文化环境 完全不同的这种情况 去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这就是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编制的虚假财务报告的机会 造假的机会 对吧 那同学说 老师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这个侵占资产的机会啊 同学们啊 你看 从A选项当中 我们貌似对于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因为他说的是从事重大的经营啊 经营 那么跟经营有关的往往是最后体现到业力上 对吧 他没有太多的 比如说 这个 侵占资产呀 比如说有这种 这个这个 可以让他 职务 职责不分离呀 对吧 职务之变呢 好像还没有说的那么的具体 对吧 你比如说第一潜项就是 对管理层的费用支出监督不足 那么当你费用支出监督不足的时候 实际上就给了他去侵占资产的这样一个机会 这才是比较明显的属于跟侵占资产有关机会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A其实是正确的与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相关的机会的选项 B呢 是属于侵占资产相关的机会 所以我们选A不选D 对吧 如果提干改成这个被选单位存在侵占资产的这种机会的时候 那么就要选D了 再来看看B和C B说管理层对信息技术的了解 信息技术缺乏了解 当管理层对信息技术缺乏了解的时候 我们讲往往带来的是什么问题 你越缺乏了解 那么相当的信息技术人员就感觉自己快飞起来了 是吧 反正也他们也不了解 我到底怎么做的 我做成什么样 他们也不清楚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控制干嘛 侵占资产呗 对吧 然后你看管理层对信息技术了解 缺乏了解 从而使信息技术的人员有机会侵占资产 再来看C 说控股股东为被审计单位的债务提供了担保 当存在这种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 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控股股东 他跟被审单位的这个之间的利益 又更加的紧密的绑中在了一起 对吧 当有这种情形存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控股股东或者是相对而言 这个股东本身他就更加的焦虑 更加担心了 是吧 我都跟他的这个 给他债务提供担保了 如果这个被审单位出了什么什么问题 然后呢 这个我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对吧 所以呢 他就有动机或者是压力啊 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所以这个B呢 是属于侵占资产的机会 D呢 是属于侵占资产的机会 C呢 是属于与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相关的动机或者是压力 总而言之 这要题正确答案是A选项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道题呢 也是把我刚才说的啊 六个方面 两个大的方面 对应着各自的动机压力啊 机会 还有合理化 也就是态度或借口啊 又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我觉得这道题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因为它确实是啊 就是考得过于的细致了 但是大家理解理解 如果说从单选的角度上来讲 选出正确的答案啊 或者是最佳答案A来说呢 倒是没有那么的困难 那没有那么的困难 总而言之呢 还是那句话啊 大家可以结合着这个解析 就是说为编制虚假财报告提供机会 给大家整理了 我们教材当中提到的这 那么多的方面 但是是不是面面具到都要去记住 甚至于教材当中有个表格 我觉得倒也没必要 即使你说我们复习了 这个好多遍了 是不是到最高层级的时候啊 就是说我们临起考试的时候 把人家都记住啊 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的 你背的话 其实真的是这个压力太大了啊 可能更多的是什么 大家不断的熟悉 也不断的通过对于选项的分析啊 来去看看 比如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 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 你要分析清它的逻辑 分析清它给的这个 这个题目的背景和它的情形 其实还是很好判断出 这个相关的到底是什么啊 舞弊三角模型的哪一个要素 对吧 到底是跟编制需要财务报告相关 还是跟侵占资产相关 我想呢 从初题的角度上来讲 既然作为真题 它就应该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质量 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啊 选出正确的答案来说 并不困难 好 再来看下面一道单选题 2017年的下列各项中 属于舞弊发生的首要条件的是 这个没有任何的需要 这个 太多讨论的地方吧 对吧 首要条件是什么 动机或压力呗 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力 它是舞弊的首要条件 再来看2015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舞弊风险因素中 与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力相关的是 你看啊 这道题跟刚才的第二题 就有明显的不同了 虽然都问的是舞弊三角模型的因素 但是这里面没有谈到说 是与这个资产相关的呀 还是与编制需要藏报告相关的呀 没有题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 下列舞弊风险因素中 与实施舞弊的动机或压力相关的是哪一个呢 又是个单选题啊 组织结构过于复杂 你看一看到组织结构过于复杂 其实往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结构之下 异常的法律实体和管理层级之下 其实就给了它舞弊可实施的这样一个空子 钻空子的机会 对吧 所以呢 它往往体现的是这种机会 B呢 非财务人员过度参与管理这个会计政策的选择 或重大会计估计的确定 你看到啊 这里边有个叫做过度参与 这提示体现的是一种态度 对吧 它比较主观啊 C管理层在被审单位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 你看到这个重大经济利益 这就是属于动机或压力 对吧 有经济利益的话 怕失去经济利益 怕经济利益受损 那么不就是有这种动机或压力去舞弊去造假吗 对不对 D呢 职责分离或独立审核不充分 那不就是机会吗 对吧 所以这道题啊 还是比较容易的 A和D属于机会 B呢 是属于舞弊的态度 或者借口 你一看到啊 我们在判断这个 到底是动机压力 还是这种态度或借口的时候呢 动机和压力呢 它像动机 它是这个主观成分 还是比较这个浓郁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进入到动机或压力的 它总是会有一些 内外部的一些因素驱动着它 得这么做 要不然就会有受损的可能 而到了态度或借口的时候呢 更多的体现出它的一种主观的 这种故意的啊 这个愿意去参加的这个 合理化自己行为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两个因素判断的时候呢 还要有这样的一个技巧的把握哈 还有这样一个技巧的把握 好 再来看下面一道多选题 下列舞弊风险因素中 与编制序亚草报告相关的有 你看这小题 又不谈三音 这个舞弊三角盲行的各个因素了啊 只谈说与编制序亚草报告相关的 我们来看看吧 利用商业中介进行交易 但缺乏明显的商业理由 那么这个会计的准则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对于这个交易的商业理由 会特别的关注 当缺乏明显商业理由的时候 我们就有理由可能会怀疑 这里边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那么对应的这个账啊 这个编出来的这个表啊 可能就会有问题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与编制序亚草报告相关的 并呢说 在非所有者管理的主体中 管理层由一人 或者是少数的人来控制 非所有者管理的主体中 一人或少数人来控制 且缺乏补偿性控制 那么大家来看啊 当存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相当于是什么 就是控制出问题了 控制有缺陷了 对吧 控制你管理层用一人 或这个少数人来控制 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什么 有这种一股毒带呀 或者是当然这不是股的问题了 这是这个管理层权力过大的问题 是吧 然后呢 就有可能是管理层凌价的控制上的这种问题 那么对应着又是这个 补币的温床啊 给补币创造机会的问题 但是这个机会到底是与编制序亚草报告相关的 还是说与侵占资产相关的 我们从B选项当中 其实看不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有问题的控制之下 既可能编制序亚草报告 也有可能是侵占资产 也就是说 这个是给这两种行为都可以提供机会的情况 所以B我们也选了 对吧 C呢 会计系统或信息系统无效 你想要当会计系统或信息系统无效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编制这个 区亚草报告 其实也创造了机会 D呢 说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支出监督不足 支出监督不足 支出支出嘛 监督不足的话 那不就是侵占资产吗 这个比较直接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的是什么 A B 和C 这三个应当来说 都是可以跟编制序亚草报告挂上钩的 好 再来看第六题 2014年的一道单选题 接力有关 5B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编制序亚草报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大于侵占资产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讲他俩之间这种重大错报风险的高和低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避性的 对吧 我们说应当是基于被审计单位的这个情况 那有些被审计单位可能就是什么支出监督不足 然后呢 这个管理很混乱 这个管理层从上到下 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贪污 受贿 等等这些不好的这种风气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企业侵占资产的这种风险是挺高的 对吧 那对应着如果一个企业 他的比如说管理层有这种业绩考核的要求 比较这个紧紧啊 压力比较大呀 对吧 然后呢 有可能面临着比如说我再融资啊 上市等等啊 就是不同的这些情况下 可能面临他这个编制序亚草报告的这种 妒忌或压力会更强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重大错报风险 可能会更高 对吧 也就意味着说不同的企业 这两种风险可能高低势 确实不一样 但是没有办法直接说 他就一定大于他 这显得是不合适的 那所以A错 B呢 5B导致的重大错报未被发现的风险 大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未被发现的风险 这两个之间 B和A都是在做这样一个比较 A不成立 但是B确实是成立 为什么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了 5B是有心之过 有心之失 错误是无心之过 对吧 有心之失经常是 蓄谋已久的 精心设计的 那么他应该是更难被发现的 对吧 所以他未被发现的风险 比错误未被发现的风险要高很多呀 对不对 所以B呢 他是对的 C 所有被审单位都可能存在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风险 所有的被审单位啊 都可能存在 那我们说这句话是对的 尤其在今年啊 我们教材做了一定的修订之后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加了二说 可能啊 就是都可能存在 是吧 但既然都可能存在的话 我们就要针对这个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那个风险 测试复合加评价的这种应对的措施 在被审单位啊 在每一个被审单位都要去做 对吧 因为既然他都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风险嘛 只不过是高和低不同而已 第一呢 说收入确认存在舞弊的假定啊 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审计项目 我们讲确实在报表审计过程当中呢 审计到收入的时候 我们要基于这个收入的确认存在舞弊的假定 这句话没有错 他的意思是说呢 因为收入确认本身确实是 在被审单位是非常看重的一个事 对吧 你说我们去考核被审单位管理层的业绩 考核被审单位这样一个市场的占有率啊 然后呢 这个市场的这种呃 视力 对不对 然后呢 也可能从这个销售规模的角度来 对被审单位的这个管理层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考察 那么不管哪些因素呢 可能导致了我们在收入审计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被审单位啊 各种各样的压力都指向了收入 对吧 收入是他们各种优秀指标的体现 所以呢 他在收入方面造假的这种 这个可能性啊 动机啊 会更高 所以呢 我们在审计的时候呢 准则就要求啊 我们要将这个收入的确认呢 存在5B风险的这样一个假定 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来 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啊 在审收入确认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呢 一定要慎之又慎 然后呢 基于5B的假定 对吧 基于5B的假定和他和说他一定是5B 这是不一样的 基于5B的假定是说你先谨慎谨慎啊 就想他这里边可能收入是不是造假了5B了 对吧 你也可以执行了一定的程序之后发现 人家这个收入还真的就不存在这种5B的风险 是吧 所以呢 你还可以在工作底稿中将这个理由给他写上来说啊 我们经过了一些程序 经过了我们的职业判断 怀疑等等啊 发现呢 被人家们今年的这个收入确认啊 并不存在5B风险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以一般的这种风险来进行一个风险的应对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你开始 先是基于5B的假定 来对收入的确认进行审计的 明白吗啊 所以呢 这句话基于5B假定没问题 但是后边说 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审计项目 也是对的 对吧 就是说你 你审着审着 可能你经过了程序的执行之后 你合理的职业判断之后 你发现他就不适用5B的假定 这个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照题啊 错误的就是A选项 逐大选择风险的高低 与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相关啊 并没有具体的定势 想说C呢 由于管理层在被审计单位的地位 管理层零价于控制上的风险啊 在所有的被审计单位都可能存在 2D 审计准则规定 在评估识别和评估 由于5B导致的重大数据风险时 注册会议是应当基于收入 确认存在5B风险的假定 来评价 哪些类型的收入 收入交易 或者是认定导致5B风险 如果认为 收入确认存在5B风险的假定 不适用于具体的 业务具体情况 反而未将收入确认作为5B 由于5B导致的重大数据风险领域 注册会议师呢 应当 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得出该结论的理由 那记录这个理由 所以这道题我们说A错了 B C D呢 都是政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都不在意 联系人 都不在意 这道题 都不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